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看家總召 公開辯論 公開辯論 看家總召 公開辯論 那就是各位媒體朋友好不好 喂 請你們自信 去看七年假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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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nions 看家總召 不要拉 沒關係 弟弟 我們就不會出去 警察官們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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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關門 不要關門 就是要柯建民出面來公開辯論 這邊人家辦公室沒有清理 我們在這裡找他 不然我們只能找得到他 到時候我們只能找得到他 立法院不是柯建民的空間 立法院不是傾聽人民的聲音嗎 立法院不是傾聽人民的聲音嗎 這也是柯建民的公司嗎 我們有破壞任何東西嗎 我們只是希望柯總召出來跟我們共產 各位媒體朋友 這個是我們處長 我們高校工會還有產業後備軍 跟反教盟的59個青年團體 從今年9月24號 整整兩個多月不斷的發動行動 我們9月24號到立法院前面 10月12號到民進黨前面 10月23號發動遊行 五十幾個青年團體 可是我們得到什麼回應 你們民進黨 你們各種是嗎 沒關係 給的回應是什麼 民進黨給的回應是什麼 他們說非常遺憾 我們永遠與勞工站在一起 這什麼罐頭 奇怪的罐頭訊息 那甚至說 民進黨吳秉睿 他甚至說不支持 就可以 可以 不要投給民進黨 這種荒謬的發言 據報在 柯建民在 今年的6月1號 跟6月28號 兩次跟工商團體密會 然後呢 他們在這密會中 他們到底喬了什麼東西 到底用什麼東西 去交換 然後最後要來看我們七天假 在他們密會之後 柯建民 就宛如資方 在立法院的代言人一樣 強行的 用一分鐘 通過一讀 二分鐘 審議議事錄的方式 要通過 砍七天假的決議 今天 11月1號 昨天說今天是一個朝委協商 他們要再次確認議事錄 還有什麼 二個提案 可我們相信 就是在 柯建民 在民進黨 人數優勢的情況下 這些七天假 根本不會有什麼改變 只是 拉著某些災難打 一起摸頭罷了 這個議題 我們知道已經吵了一陣子 大家也都非常的清楚跟明白 那我希望說在理性上 有一個理性的對話 就是因為大家都很明白啦 所以我們 都得不到很好的回應之後 來到這邊 為什麼一個民主的社會 勞煩的聲音不能被看見 十幾位 要三十位 三十位 那我們今天大概幾點進來 立法院 今天大概八點四十五 從 那個記得先生很不好意思 從 從 警察不要擋記者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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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不要擋記者 先出來 你先出來 你是媒體還是跟他們講 我是媒體啊 媒體好了 媒體先進來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我們要怎麼樣 我們要怎麼樣 我沒有說法 我沒有說法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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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動 不好意思 沒有 我們要去 我們要去 警察你在哪裡 欸欸 警察 不要推進去好不好 不要推進去好不好 各位 警察是想要拍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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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配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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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放開 放手 自己走 去砍七天假 七天假是學生打工族的重要權益 七天假所拿到交換費 相當於學生生活一個月的 一個月的支出 然後另外我們這些人 未來也都會是勞工 七天假公司的問題 優寬我們未來進入職場的權益 學生 行政院吃早餐會 跟這個工商走大樓 做這些事情 那我們呢 我們今天勞工聲音在哪裡 你願意跟我們一起吃早餐嗎 你願意跟我們一起 協商嗎 沒有啊 所有的公共在哪裡 最後 還一直在選擇會 一身力下 蔡文總統一身力下 就砍掉了勞工青天假 我們今天這些青年者 來到柯建林為了辦公室 就只是為了表達我們 對於聚凱青天假的訴訟 柯建林在十月二十八號 黨人選上他說 他願意出來公開一遍 結果呢 西黨在這邊 他完全完全看不到人在哪裡 那我們可以看到 民進黨剛上台執政的時候 他說他是最會溝通的政府 可是現在 有人來跟我們溝通嗎 沒有 來跟我們溝通是誰 是警察 蔡英文剛上台的時候 民進黨剛執政的時候 有人說 水車跟警棍的時代過去了 可是我們今天 我們來到立法院 我們還是一樣被國家暴力對待 被警力相識排除 我們完全等不到 應該傾聽民意的立法委員 他甚至是一個黨和成長